好 来看到呢 今天上午发生这些地震呢 这个瑞士规模7.2强震 这是921之后的最大地震 但是很多人关心 除了地震之外 国家的这个国家级警报 你收到了吗 聊天室来告诉我 你有没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 至少我的部分是没有的 警报谁收到了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 发生了瑞士规模7.2的强震 最大的震度在花莲有6起 甚至呢有些地方 也都是有来到5起 或者是呢 余震的不断 会来到了这个5强或是5弱 中央降局除了发出了国家级警报 还发布了海啸警报 表示说这是921之后最大地震 25年来最大的地震 而且提醒大家预估 在未来这几天 恐怕都还是会有比较规模 比较大的一个余震出现 你可以看到7.58分发生规模 7.2的一个强震 6强在8点规模5.3 接下来8点11分 8点17分 8点39分 9点39分 10点14分 你可以看到都还是有 那么在这个部分 大家就来关注了 为什么没有收到呢 现象局有解释 未来可能还会有 这个一个余震 那么没有警报 发生前预估规模 来决定发布的范围 但是蛮多人都没有收到的 震了这么久 还是没收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首先关注在双北的部分 除了花莲不断的有灾情之外 其实在双北的部分 也是一样大大小小 像是新北的环状线 在新北的环状线就出现了 是有这个位移的情形 高架路段位移画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你可以看到新北捷运表示 还在了解当中 那么乘客呢 是徒步来撤离 还有可以看到 在这个施工的部分 也是会有不断的 有一些惊险的情况 另外在连接台北 新北的中正桥 这个部分也因为剧烈的摇晃 可以看到桥上几乎是停了下来 那么另外可以看到 有一些地层下陷的情形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提醒大家 早上的地震结束之后呢 后续还是会有一些 恐怕会有一些余震 在新北的新电安太路 有7栋的房屋严重下陷 还有呢多辆的车子 你可以看到出现倾斜的情况 也已经是有到现场 来疏散了人群 还有在行控中心 整个天花板掉落在这边 也是呢让大家觉得 哇这个可以看到 都非常的紧张 很担心后续还会再有 更多的遥望出现 再来可以看到呢 规模7.2的这个强震 那么在基隆有 基隆路的台北市的基隆路工地 施工中的吊车吊壁呢 就从高空掉了下来 甚至还砸到了对面的大楼 另外在新北新庄的建案 在这个吊壁也因为地震 瞬间断裂了 好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建案吊壁是瞬间断裂 带来看 楼顶吊车左摇右晃 下一秒吊壁直接被震落 快速往下坠 看个角度再看一次 直见31层高的大楼工地 因为受地震影响 楼顶上方的吊车吊壁 当成从高空坠下 先砸到对面大楼 再和随时一起吊到大马路上 现场瞬间扬起沙尘 附近民众目击事故 忍不住 惊声尖叫 这是一起发生在台北市 基隆路二段 一处新建工地的意外事故 画面相当精悚 实际回到现场还原状况 只见工人们不时仰头观察楼顶 就怕再有一阵造成意外 施工工程已经全面停摆 何在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止台北出现吊壁阵落 新北新庄中正路上的某件案 也发生高楼吊壁断裂 可以看到工地顶楼的施工吊车 因为地震剧烈摇晃 先是顺时针90度倾斜 接着吊壁一阵晃动 最后断裂倒在楼顶 强阵造成吊壁断裂 工地主任赶紧到场指挥 把吊壁分段拆卸在一到一楼 警方也出动发明警力 在施工大楼四周拉起封锁线 并协助交通疏导 希望能将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接着张生鹏请真台北新北报道 好 再来看到在台北市 在这个新北环状线的部分 高架发生错位的情形 现在侯友有了最新的说法 带来看 说新北市要请班停客 会不会担心说会造成市民的困扰 我们会请警方来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目前有查出就是一开始的来源 是从哪边传出来的吗 目前了解当中 好 那么连返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早上的 7点2的强震 那么捷运环状线疑似呢 出现了是有这个高架的轨道错位 不过新北表示 这是一个批彩偏心柱的设计 稍早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市长也来到了现场 稍后最新状况随时为您查播报道 而这个余震不断还有巨大落石掉落 可以看到双铁也是受到影响 巨石直接掉在铁轨上砸到弯掉 导致在宜兰礁西到花莲凤莲路段全面停驶 不只是台铁 高铁今天一样是班次大乱 那么现在为了要疏散旅客 紧急加派了全车自由坐列车 这空拍画面简直让人震惊 一颗巨大落石就卡在火车轨道上 25年来最大地震布置重创花莲 更严重影响双铁运行 每天百万人次进出的台北车站大混乱 原本的交通尖锋时刻 更因为地震全面停蚀 台北车站内高铁台铁的工作人员 忙着广播疏导乘客 原本要上班或提前返乡的民众 通通受影响 有的提车行李 大包小包紧盯时刻表 有的无限崩溃 干脆直接坐在地面上 已经迪雷了 已经迪雷了 那他有跟你讲说大概要等多久 没有啊没有讲 可能还是等 因为如果换的话 因为我家要比较远 有点麻烦 为什么北捷有 有广播说就是停驶一个小时 可是高铁并没有 不知道几点前的班子全会取消掉 然后大家都只能做自由坐这样 各次也没有开的人坐 所以我们这样排队就排了很久 然后又有个插队 对又有个插队 这样的状况其实真的 算地震也是 大家没办法预期 但是这样子也是蛮糟糕的 高铁当年紧急公告 调整营运模式 改由9点到10点半 每30分钟从南港级左营站 各发一班全车自由坐列车 11点到下午1点 则缩短为每20分钟一班 统统取消了原时刻表的车次 台铁则是东部干线 交溪到凤林间的列车 暂时无法行驶 恐怕要到晚间11点59分 才会回复 台铁从交溪到花园的凤林 也中断了 所以现在等于说 往花园的铁公路都中断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启动 这个海韵接驳的计划 会从这个苏澳港到花园港 可以一起 有一段时间都会靠海韵的接驳 沿看九条千名廉价 交通局启动紧急应变计划 民众召集返乡 但也能体谅天灾因素 介绍我们陈冠云 吕建云台北报道 好花园发生了规模7.2的 有感地震 各地的灾情平全 现在在各地发生的地震 当时景象也在网路上疯传 我们带你来看到 这是网友上传了一段影片 新北市淡水的侯树林社区大楼 顶楼有游泳池 因为地震的摇晃实在太猛烈了 这个水就从高楼直接清晰下 变成了一个大楼瀑布的奇景 你可以看到 这是高楼游泳池的水 直接整个因为剧烈的摇晃 从顶楼沿着墙壁 阵阵的落下 像是瀑布一样十分的惊人 就连在旁边工地的工人 也都看傻眼了 今天早上的大地震 在新殿安泰路 有八间的房屋地基 掏空下线 幸好没有人受困受伤 现在疏散有13名的住户 新北市市长侯友也到现场 来了解情形 带你来看 今天东部海域发生规模7.2地震 新北市新殿安泰路 也有人通报出现土地坍塌 民宅前方地面整片塌陷 两辆汽车就陷在地平线下 警方立刻派员前往现场管制 经清查后没有人受伤 目前疏散住户13人 第一个时间把我们13名的基民 立即撤离到我们的饭店 做好案子 同时请公室 以及我们的土木技师到现场来查看 会做好整个社区的结构 土木的安全检测 该预防性撤离 我们预防性撤离 安泰路由于路基受损变形 多辆汽车倾斜相当危机 新北市长侯友也到现场了解情况 而经公务单位初步评估 坍塌的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公尺 目前必须先把房屋下线的状况 稳定下来 找专业人员评估地基掏空的状况 做好社区结构检测 避免余震造成伤害 以上相关情况把镜头交回棚内 花莲早上的强震 在新北出现 也有震度5以上的一个强烈震度 在新北捷运的环状线 架空的轨道 一次平行的位移 错位的缝隙 目测至少有50公分 许多搭捷运的民众 只能够冒险走在高架的轨道上 来进行疏散 那么还有许多地区 包含了厂房 围墙 都塌陷崩落 遇上规模7.2超级强震 新北环状线紧急停驶 因为整条轨道已经平行位移 搭捷运民众 徒步走在环状线轨道上 进行疏散 这里是新北环状线中和站 地震造成轨道错位 缝隙目测 至少有50公分 附近民众还原 当时状况仍然心有余悸 新北环状线三环三线 出现超大错位 新北捷运局证实 周二段高架桥墩 因地震出现位移 但旅客皆已疏散完毕 但恐怕难在短时间内 恢复原状 现场实际观察 发错位桥墩一侧往左一侧往右 几乎是整条水平旋转位移 下方水管也是整个断开 经销连忙拉起封锁线 余震不断就怕错位轨道 两成意外 周遭原山路也是整条封闭 交通大打结 地震外力惊人 同样在中和连城路一间印刷厂 整个被震垮 铁皮屋顶直接坍塌 刚好从中间踏下去 就是这样子 它整个下面支撑不住 遭水泥围墙 也全都碎裂倒塌 场面触目惊心 长震摇晃当下 仓皇逃出 索性工长受困四人 皆以全数救出 为造成伤亡 记者黄天耀 陈轩新北报道 好 最近消息看到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现在通报灾损合计 有170间学校 还有31间的幼儿园 而新北在教育局统计 全市有107所的学校回报 校舍有轻微的灾损 另外有6名的学生受到轻伤 这是在双北的部分 那么早上7点58分的强震 在台北也有五弱的震度 因为正值上班时间 台北市大部分的居民 都在交通工具上 连结中永和的中正桥 摇晃十分的猛烈 还有捷运也是剧烈的摇晃 就连坐在椅子上 都得紧紧抓栏杆 台北市长蒋婉安 也立刻召开了 一级应变中心 所有的学生来疏散 并授权学校来自主决定 是否停课 中正桥具烈晃动 路灯狂摇 桥上传来抗浪抗浪声响 气机车吓到不敢动 忽看一眼 到底发生什么事 行李箱柜子架子盆栽 东到西弯 阳台仿佛被炸过一样 灯具狂摇 上午7点58分 发生规模7点2地震 台北镇度达到了五弱 有正值上班时间 捷运上感觉超级晃 吓到惊魂未定 台北监运一度全线暂停营运 大约四十到六十分钟后 才恢复正常 赶上班也大不了 超大 满大 头就晃满明显的这样 接人到现在都停死 所以应该只能打公车 美与女篮球场挤满避难学生 民族实验国中 两栋建筑间伸缩凤隆起 瓷砖斑驳掉落围起封锁线 就怕学生被砸到 心里很紧张 同往同一个方向走 就是都堵在一起 不知道突然发生什么 然后就整个房子都很窑 快五十年的老校 被震坏不少地方 就怕危险 全校两百多位学生 大多家长都接送回家 只剩下五十几位学生 待在操场 不能回教室 因为余政不断 截至上午台北三所学校 包含景美女中高三生 民族时钟到江商职 也因为地震停客一天 以通报灾损多达了77校 台北市也紧急开设 一级灾害应变中心 所幸校园无人伤亡 碰上强症 不少家长孩子全都下坏 平时也得做好防震准备 记者陈旋白张提宇 SNC小组台北报道 921之后 最大的地震 25年来最强烈的地震 这起发生在花莲的大地震 瑞士规模达到7.2 那么很多人呢 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警报 你收到了吗 早上有收到吗 7点58分 这个瑞士规模 7.2的一个地震 造成了花莲有6级的震度 全台都十分的摇晃 在8点钟后续还有余震 分别是 在规模有5.3 8点11分 规模6.5达到5强 8点17分 规模5.4有4强 9点39分 规模5.7有4强 还有在10点14分 规模6.2有4强 同时呢 余震不断的累积 已经来到10多次 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哦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肩上发生地震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降局除了发出了 国家级的警报 同时也发布了海啸警报 也表示说在921之后 25年来最强的地震 要提醒大家 未来三到四天 还会有规模6.5到7的余震 但是很多人说 没有收到这个国家级警报 现象局表示呢 是因为这个有时候预估跟实际发生的规模 震度有落差 是会有地形效应 或是盆地效应的影响 所以发生前的预估规模 来决定发布的范围 才会导致有部分的民众 并没有收到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震 当然呢 这个首当其冲 影响到就是花莲了 花莲呢 不断的有灾情 甚至呢 也有刚刚看到 有这个房屋倒塌情形 另外还有在新北 新北的环状线 勾架路段有味的情形 民众是徒步来撤离 以及在行控中心 有天花板掉落 另外在台北市的基隆 还有在基隆路 台北市的基隆路 还有在新庄的部分 都有出现有断壁 有这个断壁 这个掉壁断裂的情形 在建案的部分 也是吓坏了不少人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震刚也提到了 这规模达到了 包含了花莲等地 有六级 全台都是剧烈的摇晃 到目前为止 已经造成了 四次97人受伤 桥上行走的车辆 受到大力摇晃 重心较高的游览车 几乎被摇到快要翻掉 所有车辆开始 惊恐地提温下来 全台各地3号上午7点58分 剧烈摇晃 花莲近海发生 瑞士规模7.2地震 这也是921地震 发生25年之后 规模最大 各地震度最大的地区 就在花莲县6级 河平村甚至达到6强 伊兰 苗栗 彰化 南投 桃园 台北 新竹县 以及新北市三峡 都达到5级 嘉义 云林 台中 基隆 新竹市 以及屏东九如4级 台东 高雄 台南 澎湖 三级 八州两级 金门一级 地震第一时间 台铁 高铁 北捷 和高捷全都停驶 高铁南港站到台南站 21组列车受到影响 上午9点起 全线降级运转 部分列车取消 台铁和人往重得 汉本往和平 双线停驶 它的成因主要是 飞飞海板块 在我们东部这边 往北这边 引漠下去 到欧亚大木板块以下 所以从浅到深 都有可能发生地震 全台狂摇 甚至有高楼 地楼游泳池 被摇到水都沿着大楼洒出来 远远看就像大楼外层 有个瀑布 但不少民众 居然没收到国家级警报 其中双北 基隆等六个地区 实际震度达到四级以上 但预估震度未达四级 规模是6.2 达到规模5.0 以上的一个条件 再来我们去结算 新北跟桃园这边 是没有达到震度四级 所以在第一报 并没有发 其实上午10点51分 已经有26起余震 其中最强的发生 在上午8点11分 瑞士规模6.5 花莲震度达到五强 后面还是有相对 可能有6.5以上 到7.0之间的余震会发生 这大概是三四天以内 我们民众还是要小心提防 这次地震似乎早有征兆 嘉义新港5号就发生 瑞士规模5.5地震 气象鼠地震中心前主任指出 这次7.2强震释放 相当于32颗原子弹能量 专家也提醒 如果家中出现45度的裂缝 恐怕会造成两柱断裂 一定要特别当心 今天杨七号曹文宁台北报导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确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without Mooji